三中区中山教堂有接有在家的铁皮圍裡休息 但是因為教堂有水電家室觀察頂頂設備 為了安全必須請街油離開 但是其父也表示會在社會教完成案件作業後 再把铁皮圍裡拆掉 因為現在的擁港處準備要拆除中山教堂的铁皮圍裡 讓街油沒有地方長大 引起民眾和社會團體不滿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社會教其實有中垢街油名單 而且繼續方式觀察 目前有三位街油的案例處理已經完成 有關我們從中山橋下的這個我們的街油 那我們社會局都持續的有在列館跟追蹤輔導跟關懷 那其中有一位他已經有工作了 那我們會安排到這個我們中府之家來做安置 那另外一位森林狀況有問題的 我們會安置到這個 協助他就醫然後再安置到這個養護機構去 那另外一位是住在山崇附近 那他也願意回到家裡面接受家人親友的一個照顧 中山教堂其實有家宿水電的關閃 一般來說禁止用會 但是藉由住在這裡有萬五宿用攝氫加速樓上 那是花生以外空間很危險 藉由路宿的地點其實那個地方這個環境不是很好 冬天的時候非常的冷那夏天的時候也非常的熱 那附近還有一些變電場所啦 瓦斯管線啦這個都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希望藉由他們趕快接受我們的勸導 盡快進入到我們這個安置系統 為了安全問題科領小徽救票時 一定可以藉由專搜案底之後再進行立足工作 記者本更看的地方三中拆紅布的